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一集的Cooking Hei Hei 這集已經來到兩週年紀念 今天是第16集 大家看看吧 我已經準備好一個新的工作環境 為大家介紹做新的食物 今天想教大家做一些簡單的 做早餐或晚餐都可以 沒錯 就是做多士 材料非常簡單 材料有 麵包 還有多士爐 好 廢話無謂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拿出你心愛的麵包 我選了一隻生命麵包 小小的經常在家裡吃 好 打開它 咦 看到麵包皮 就是這塊麵包皮 我最討厭吃這塊 你先擲開 我們留待再用 看到麵包皮是不需要害怕的 待會烤完之後就會脆脆脆 很好吃 首先先拿兩塊麵包 然後放進多士爐裏面 然後去留得最適量的火力 這樣我已經不要把它扭掉 然後就可以扭低它 滴打滴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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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Climb 這個球大大的士在右哇野風向 我放逛這個球在右哇野 在右哇野 出去了 破晉了 好, 獅子拳雷打 好了, 多士就丁完了 先把麵包拿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 哇, 金黃香脆 我自己是喜歡塗牛油的 那我用一大堆牛油 然後加入蓮奶 拌勻 哇, 趁熱吃, 非常香脆 嗯, 美味, 美味 如果沒有多士爐, 不要緊 你可以用焗爐 首先放粉麵包進去 熱了200度的焗爐 然後隔4分鐘 4分鐘, 4-5分鐘 記得放中間一點, 平均一點 否則太高, 太低 它就會焗其中一邊 哇, 那4分鐘已經過了 先拿出來看看 哇, 非常之平均和漂亮 噢, 耶 好, 除了煉奶之外 我可以選擇一些果醬 譬如克家綠芋芝, 菠蘿, 草莓 牛油 果醬 沒錯, 沒錯 這個就是我發明的果醬多士 嗯, 美味, 美味 鹽太單條 嗯, 不搭配做一個炸的西多士 好, 現在做炸西多士 首先拿兩隻蛋出來 哎呀, 爆到全身都是 好, 搞定 接著開爐, 放些油 現在等它滾 怎樣才知道滾不滾呢 就放些木筷子進去 出泡了, 出泡就代表滾了 接著放一塊麵包進去 浸在蛋漿 然後呢, 就可以拿去炸了 嘩, 看這聲音 多爽脆 兩、三分鐘之後 你看它差不多適色了 就可以攪拌到200度 大火一點 讓它逼出油 搞定 嘩 碰蛋漿呢, 不要浸太老 不會整塊包會淋 碰一碰 就可以下去了 好 如此類推 喜歡吃多少就做多少塊 兩隻蛋 大約可以點到三、四塊包 好了, 西多士就炸完了 現在可以加牛油 還有呢, 加些糖漿 嘩 嘩 完成 嘩 嘩, 大家好 來到這一集 所有Cooking Hei Hei的系列 已經結束了 沒錯 那我先吃東西 說笑而已 下集見,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谢谢大家